聊天明 我決定 聊一照年 然後美國就再次度過平安的一天 感受了美國隊長的努力 被你找旅警捏 就第二集他是在說 九頭蛇軍團 就是害爪軍團 裡面有一個科學家叫索拉 然後他入侵了神盾局 他們利用神盾局正在製作的一個奉劍計畫 對 有三個航空母艦 高科技的一個航空母艦 然後這三個航空母艦是為了要維護世界和平 對 維護什麼 世界和平 欸 你要去哪 我要去消滅金科技 殺人家 殺人家 他們原本是要把 所有對世界和平可能有威脅的人都殺掉 對 但是索拉的方程式 對 他的方程式就是要把這個計畫改變成 所有對九頭蛇軍團有威脅的人 就要把他殺掉 不是九頭蛇的人都要殺掉 欸 你們覺得 洞見計畫這件事情是對的嗎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單純的善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把這個世界 未來潛在的恐怖分子全部殺掉 然後都剩下很純粹很純粹的好公民好人類的話 我覺得這太 不托謀的一個概念 是啊 我覺得有善就餓 對啊 那如果沒有餓的話 就也沒有善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相對的概念 那你覺得呢 沈欣 拒絕會這樣 喂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因為要犧牲掉人民部分的自由跟權利 但是你們可以有一個完全完全安全的身處環境 對 你覺得這樣好嗎 我也不知道 欸 其實這一次蠻有趣的就是 就是他把美國隊長這個形象 就是又再度塑造成一個 他被冰凍的70年之後 然後進入了一個新的世代 對 因為在副仇者聯盟裡面 比較沒有在刻畫 Steve Rogers 他要怎麼適應這個選情的社會 對 畢竟你一睜開眼發現 時間過了七八十年 而且你身邊認識的所有的 人事物都不一樣 都死光了 對 對他來說那種心理的衝擊感很大 對啊 那欸 如果 像裡面他就有那個 他遇到那個 烈烈 烈烈 烈烈就有推薦他說 你冒煩應該也是 這70年內 絕對不可以miss掉 麻煩人物 對 一個專輯 專輯 你們覺得如果美國長是你的好朋友 你們會推薦他說 這70年他miss掉哪些東西 是最重要的證據議案的話 那還是 Facebook 哈哈哈哈 為什麼 因為上面陪幫美國都要按讚 無限幾次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這70年內 最不能錯過就是 Hymesavier 蛤 真的 喂 小表臉啊 你覺得美國隊長最強的 超能力是什麼嗎 不是盾牌嗎 黑固醇 黑固醇 對 黑固醇是其中一個 因為他是唯一一個 就是注射超人血清之後 沒有任何副作用 然後變衝撞 對 那為什麼他沒有任何副作用 就是因為他有一顆正直 正義善良的血 這就是他最強大的 科技工人 你哪超爛啊 你不知道他就是余中嗎 余中 你說誰 美國隊長不然是余中嗎 我覺得 美國隊長 他是太單純了 看到他自己的那個 黑廣附帶 然後他們一起去出任務的時候 他說你在幹嘛 你為什麼要執行任務以外的事 然後他就嗆那個 神聖局長進Fair說 我沒有辦法帶領執行不同任務的技能 對 不要腦袋都很簡單 因為他就是一個軍人 但這也是為什麼他可以是 美國隊長的原因 我覺得整體來說 美國隊長2比 美國隊長1還好看 因為美國隊長他的超能力 不是這麼的fancy的那種 飛天盾地 對啊 然後也不是像雷神說 他有一個雷神之存 欸 他就是神耶 對 他是神耶 他是外星人 AKA神啊 AKB48 對 那個 美國隊長他的 每個戰鬥技巧 都是以肉搏戰為主 對 所以這樣設定下 他其實會比較貼近真實 對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整體上 就是一個很誇張的電影 對啊 飛來飛去這樣 可是我有一個非常大的疑問 對 就是他每次把盾牌放到後面的時候 都有一個 的醫生 可是他背後跟我沒有東西啊 他到底怎麼吸住的 你知道怎麼吸住的嗎 我想是用他的脊髓吧 什麼東西啊 脊髓 所以他急著可以這樣 是這樣假的說 是嗎 是嗎 你可以示範一次嗎 欸 喔 哈哈哈 幹呀 被口罩 被口罩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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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分架 他還可以示範一下嗎 我覺得就是 以他的特性來說 這一次的 比上一次的 武打二分都蠻精彩 尤其是他跟那個 溫特首先霸體打架的時候 還要一開始 他在第一個任務的時候 對 跟船上的同步分子手裡打架 對 蠻精彩的 我就是完全想到那些 對 他有沒有覺得 巴蝦跟 就是美國隊長的友情 非常曖昧 好像有一點超乎 友誼關係 而且他又不跟 葛地的故事約會 對耶 為什麼啊 我覺得這個其實跟 不管是《復仇的人聯盟》 或是《X戰警》 都有一定的呼應 因為我覺得其實這種超乎於常人的人啊 在電影裡面被塑造成就好像跟一般的人不一樣 對 他其實就是好像默默在講說 這些超乎常人的人就是 不管是同性戀或是怎麼樣 就是跟我們世俗普世價值裡面 對 你要怎麼去認定自己的定位 對 在家裡的定位 在社會的定位 對 在這個社會上面的定位 呃 像他一開始在跟那個 練英好過的時候 他就一直說 在你左邊 嗯 那 這是非常曖昧的一句話 因為左邊就是 心臟的那邊 心房 對他就在他的心 最後結局的地方是 Steve Rogers他接到一個新的任務對不對 對 然後練英就說 他就跟練英說 你可以不必追隨我 沒錯 然後練英就回他就說 When do we start 我們什麼時候要開始 然後他就說 我們就開始 多曖昧 他其實就是在間接問說 我們什麼時候在一起 等到我們感覺 雖然可能就是 並不是直接是這樣子 但是他們的 不妨讓人家會有 多做影響 而且他跟Bucky的 的那個 因為他們以前是 非常要好的朋友 沒錯 那他們現在變成死對頭 沒錯 那其實我們在很多的電影 有正邪兩立 兩派的電影裡面 都可以看到說 其實邪惡的那一方 就是正義那一方裡面 的另外一面 就是他的另外一半 而且你會發現Bucky最後 就是要殺他的時候 很掙扎 對 他內心很糾結 這是一個推拉的概念 推拉的概念來自 來自目光之城 我愛你 又不行 一個推拉的概念 不是一個被拉的概念 呃 美國隊長的第二集裡面 他加入了蠻多激情的元素 這個激情 不管是激烈的激情 或是那個 同志的激情 同志的激情 其實都蠻讓人可以去聯想到 蠻多不同面向的東西 沒錯 所以我們想問大家說 你支持美國隊長 跟Bucky在一起 還是跟列印在一起 請你再下面留言給我們 對 對 狂熊人們再見 拜拜 1 3 1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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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